從2011到2014 四年了 歷經了當愛來賓時 假平獅子王 假如我有時光機 一直到今年的六月之月 一路走來 有著許許多多的心酸 與不為人知的意義 2011年 已經得到兩座冠軍的我 如日中天參加幽默演講 我心想再得一個冠軍 再加上隔年的集席問答 我就可以功德圓滿 甚至離開演講會 我覺得演講會的冠軍太容易了 可是在參賽的過程當中 老天爺揭露我的自大 計時員看穿了我的傲慢 最後一秒鐘超時 取消這個 從天堂到地獄 原來真的就只有 一秒的差距 其實 就算我沒有超時 也絕對得不了冠軍 2012年 我東山再起 沒想到卻在布內賽 就慘遭滑鐵奴 輸得一塌糊塗 明明是幽默演講 卻都沒有人笑 2013年想要參加 可是卻沒有靈感 意願和鬥志 就在時間的一點一滴的消失當中 消失殆盡 當表現不如意 只能怪自己不夠努力 2014年 我決定再給自己一次機會 4月份我就開始構思 主要架構 6月份就已經成熟 在會內賽的時候 超時推王 依然超時 參加布內賽 還好大家的掌聲 跟笑聲不斷融獲第一 似乎晴日 就像撥開雲霧見天日一般 數光乍線 每個人其實都有開創自己 不凡成就的時刻 之後可能會遇到瓶頸 遇到關卡 而幽默演講 就是我心目中的喜馬拉雅山 我害怕嗎 不 我尊敬 我不是要來征服他 我是希望從中學習 如何與他共處 我絕對不是一個幽默的人 就算得到冠軍 我依然不是 可是我是一個努力型的選手 我一直都是 面對這篇6月7月的演講 日復一日的練習 不間斷的修稿 其實在這之中 經歷了許許多多 我問我自己 如果今年再沒有得名 我會再來一次嗎 閉上雙眼 我告訴自己 不可能 這種拋家棄子 心神錯亂的日子 實在是太難熬了 你可知道我曾經半夜告訴老婆 要去倒垃圾 一倒一個小時之後才回來 原來是去土地公廟 對著神明練演講 但是張開眼 我告訴自己 我一定會堅持到底 因為我是林定位 致富一日的練習 其實難免讓人信心動搖 不過這時 老天爺派來了兩個使者 增強了我的信心 好可憐 部內賽前 遇到一隻蜈蚣 死掉的蜈蚣 躺了過去 我心想 蜈蚣而返 真不是個好兆頭 不 我心想的 我心想的是 功在必成啊 這功已經結束了 全國賽之前 又遇到另外一個使者 一隻蒼蠅 蒼蠅不斷地盯我 我心裡想著 贏定了 我的名字正好就有個定了 我努力地揮他 努力地揮他 努力地揮他 會贏 會贏 最後蒼蠅被我一揮一揮 死掉了 必贏 必贏 其實都是自己內心的想法 感謝他們這兩位使者 雖然他們上次他們寶貴的生命 但是他們教會我正向思考 相信自己 在練習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一直很努力 我一直很堅持 六月七月這篇講稿 前後主體架構大修三次 每天練習五遍 想兩遍 導致修考超過五十遍 前後練習不下兩百遍 完美了嗎 臨場我還是妄辭一句 但是我堅信 場上的表現始終沒有最完美 只有當下效果最美 所以在練習的過程當中 每天不斷的六月七月六月七月 搞得我自己快人仰馬翻 明明覺得有些地方不太對勁 可是卻又將來才進 不怕 昇華寶貴的地方就在於有前輩 所以我非常感謝玉梅姐 兩天之內就回覆我文道 電名其中的精髓 所以今天我要特別將冠軍的講座 呈現給我心中的昇華之 昇華的台柱玉梅姐 其次我要感謝一位今天沒有到現場的一名大哥 他和我熱線二十分鐘 親自傳授什麼叫做曖昧 因為我的講稿當中有一小段的需要 所以一名大哥是我心目中的幽默大師 而美連姐在我每一次參加比賽的時候 她都親自出席 讓我彷彿吃了一顆定心丸 所以我要特別將第一名的獎狀獻給美連姐 昇華的前輩都是寶 當然少不了同袍 我由衷地感謝宗憲 在會內賽那一天 就給了我多到滿出來的建議 不藏私 不客套 真是好兄弟 所以兄弟我要給你一個熱情的擁抱 蛇 雖然他曾經說不如用錢去買最後這個獎盃就好 来升华就是一种缘分 入宝山空手而回 你甘心吗 升华的前辈一直都在 其实就看你愿不愿意主动行动 世上先有千里马才有伯乐 希望得到伯乐的提息 自己也要先有千里马的才情 所以在我心目中 他们永远都是我的贵人 比赛前一周 其实我身体病痛不断 感冒喉咙痛 肠胃不适 连大腿都拉伤 但是我心中认为 挫折始终会化成各式各样的阻碍 而我的心中无所畏惧 因为我目标明确 比赛当天现场高手如鱼 但我的心中认为 唯一的敌人 唯一的对手就是自己 准备好的稿子不可能临场大修 装备好的信心更不可能临场动摇 我只求活在每一个当下 坐在预备心 穿过重重的人群 我在人群当中搜索到 我亲爱的老婆 和她交换一个坚定的眼神 而她回应给我一个温暖如扬的笑容 我知道我并不孤单 坐在台下我心如指水 站到台上我热情如火 只祈求上天能够听得见我的心声 看得见我的努力 预备上台之前 我抬头看了一下天花板 我相信每个会场都有一个庇佑 又讲者的演讲之神 讲者的信念越坚定 他就愿意让你如愿 一步一步踏实的走上舞台 轻轻的一声开场 浅浅的一声微笑 开启了我的六眼之约 一举手一投足 力求底下所有听众的回馈 我感受到时间的流逝 我感受到他们回应的温度 我好享受现场一千多个人 大家所共同聚集的磁场 那是用钱都买不到的 三年前 老天爷用一秒钟的遗憾 点醒我的自大与傲慢 三年之后 我用全心全意的专注与投入 来回报老天爷 当我演讲完毕 我知道我尽力了 我无憾了 剩下的游天了 演讲完毕 深深地向讲者一举 向所有的听者一举功 转身再向主持人一举功 感谢他们与我共同经历 生命当中的七分半 刻意放慢脚步 整理自己的道具 低着头走回预备心 不是充满遗憾 也不是没有自信 而是心中对于 演讲之神的心灵交流 我的努力 你看到了吗 预备席的每一位选手 都和我握手致意 而我总抱一个 潜潜的微笑 2014年 能够和这一群高手 同台较劲 我真的 余有容焰 迅雷不及掩耳的 居然马上要公布名次 让我心中难免起伏不定 第三名 第二名 速度之快 让我来不及感受到 他们的表现与成绩的对应 只剩一个名次 可是只还有一位 老奶奶会友 她的表现是可圈可点 而我 不是第一 就是我的 第一名是 我仔细盯着她的嘴型 好像不是我 莫非 林定位 当她再熟悉不过 再期盼不过的名字 被呼喊出来的时候 我的心里想着 真的是我吗 不会是骗我的吧 我慢慢的站起身 向隔壁的老奶奶 行了一举功 您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但这次奖被我拿走了 满山的走到台上 望着台下 听着仔细品味着 台下不断传来的掌声也喝彩 我真的感受到 我的尽力 我的努力 让我天眼都看见了 两个宝贝孩子 突如其来上台来献花 我紧紧的抱住他们 强忍住泪水 我知道我自己不应该脆弱 我应该要勇敢的 可是我真的好感动 感动的是有许多的升华家人陪伴着我 有你们真好 这篇演讲 这篇分享 是我在得奖当天从台中回到台北的路上构思而成 因为我想有些心情和大家分享 这篇演讲回到家之后 也只花了15分钟就打字完毕 前后只有修稿一次 练习三次 刻意不完美 很粗糙 但是很真实 我是林定位 我是中华民国演讲协会 史无前例 单一语言 四冠王 面对成功 我依然平静 更重要的是 我是一个只完成初阶第六奖的初学者 我依然不断在学习当中 回首来时路 从2011当爱来临时 到2014六月之约 这一条走了四年的路 一步一脚印 我走得很踏实 路到尽头了吗 尽在别中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 从三贯到四贯 之间需要的就是 信念和努力 我的故事告一个段落 而你的故事才正要开始 希望信念和努力 能够陪伴每一个有梦的你 主持人 主持人 我来说